太好了 咱们这个又坐在了一起 很开心的 这次要不要选一个 跟上次不太一样的歌 如果你感兴趣 我们可以选一些 乐队乐团的歌 你知道康姆是乐团吗 我知道 他们歌我还真听过几首 我不希望你 我希望你孤单地面对整个 学画世界 我站在你身后 陪你出发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 康姆是乐团的这首歌 就是这首歌 他这首歌是 其他的家人亲情有关 因为电台是一个 能收集到很多情绪的地方吧 可能那个对这首歌 理解上有点小帮助 其实现在我们不太有这种机会 去深夜跟一个陌生人 对谈了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你能行吗 可以 好复古啊 这个行为 走吧 可以 看来这电视台 果然还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 两点三十分 可以开点窗户吗 外面好赵 您现在正在收听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我特别喜欢夜景 您身资讯广播 这我特别喜欢就是在高速公路 或者马路上 这种 飞行这个感觉 在这种时候 我会觉得不管我在哪个城市 在北京也好 现在我们在杭州也好 我会觉得我既渺小 但是我又在其中行走 我跟他又有某种关联 好像又无关 我觉得 对 对 一下把我也给带进去了 对 就是每个城市的夜景 怎么有这么大神奇的魅力呢 让每个身处在这个城市的人 就是 他总能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点 去跟这些夜色 跟这个城市产生连接 各位这带锁定收听的 是来自FM99.6 为你带来的星光 订阅厅 我是樱桃 现实中的我们 总是在拼尽全力去面对 和解决心酸也好 苦楚也好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 也会这样吗 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你好 欢迎 来 我们请这边坐 这边入座 辛苦你了 没事 没事 那我待会儿放一个片头 我们就开始了 好 好 至于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一首歌 过成自己喜欢的一首歌 好了 欢迎各位继续在半年广告之后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那今天呢 星光音乐厅确实有两位星星做客 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那接下来呢 请两位一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鸿雨 大家好 我是马音音 两位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之前做过这个电台DJ的经历呢 我还真没有 但是我做过电台DJ的编辑 然后音音呢 我没有 以前大学的时候想去学校广播站来着 然后说让我念一段体育新闻 我念完说你的声音太油声了 没用办法来播题 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短信的这个平台呢 主要是因为想让两位 就是我们银音和洪宇来过一把这个DJ的影 好不好 太好了 那我选第一个吧 我今年三十多岁了 好像青春这个话题已经离我很远了 最近在纠结要不要换工作 但跳出来又不知道去哪儿更好 现在想想如果自己依然青春 那该有多好啊 青春啊 是自己给自己的定义 你一定现在就是青春的 对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就突然间想到了我们 银银的音乐这条路 好像你家里是不是不是特别的统一 因为我妈妈她是做音乐的 她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来走文艺这条路 会不会比较辛苦 所以就有过这么一段 选择自己的一个过程 其实每个人的这个选择 真的是在你的自己的手中 对不对 你要相信自己抓得住 所以也是提醒各位 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去追 不要放弃每一个机会 继续往下来看 她说昨天是我的宝贝 进入幼儿园的第一天 而我作为妈妈 因为工作的原因 没能在这个重要的日子 陪伴与鼓励她 我想对我的宝贝说 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道路 算是真正开始了 妈妈永远在背后为你加油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然后我们在爸爸妈妈的面前 我们是小孩子 但是离开他们的那天开始 我们都在慢慢地长大 慢慢地坚强 然后为着自己的梦想 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进 对 这是外婆离开的第七年 我时常还会梦到她 在梦里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她坐在散满阳光的阳台上 为我织一件彩色的 软软的毛衣 把她的爱和怜惜 都织到了一针一线里去 外婆离开以后 再也没有人为我织毛衣了 刚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 心里一颤 离家太久 生怕半夜来自家里的电话 是出了什么意外 而妈妈开口的瞬间 泪水在眼里不争气地 如绝地般涌出 妈妈说 生日快乐呀 宝贝 祝我生日快乐 也感谢妈妈在二十三年前 带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因为疫情的原因 然后很多的人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不能回家 所以就是少了很多 跟家人这样一个团聚的时刻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碰到 这样的一些情况 其实刚才看到就是说 有一点 此时此刻 是不是也会想到自己的妈妈 对 我觉得她就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榜样 然后我看着母亲她还在变老 每一次你们相见 我心里面都会有那么一个小规则 就是或许这是最后一次 可能有点悲观 但是会让我更珍惜她 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就是很亲近的 我会想到她 人可能总归还是要面对告别的 但是在这些告别之前 我们真的能互相陪伴一下 然后好好的生活一下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意义 它不比很多大的梦想 或者说是一些更看重的东西更重要 我确实觉得和这首歌更近了 这首歌其实让我们能重新回味自己 跟父母 然后跟自己的孩子 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相处 我们也希望能够用这首歌 能够陪伴到一些人 加油 加油